了解到这些关键的问题 帮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 要去解决问题 你说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相亲 这就是宋楚瑜为什么要出来 我到了我们的苗栗 苗栗的公馆 我就看一看 那一个工厂是做陶的 他告诉我 现在苗栗的公馆 只剩下这一家的那一个陶厂 过去有四百多家 现在只剩下这一家 为什么大部分这些工厂 都已经倒了 或者已经跑了 各位亲爱的相亲 就是工厂的厂 我昨天赏 大陆的简体制工厂的厂 是一魂叫做一撇 当中是空的 大陆上是用简体制描写工厂 台湾是真正的工厂被简化掉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感觉到非常优势的问题 大家晓得简体制的生产的铲怎么写 就是那个我们大家都会写的那个铲子 把那个绳子刮掉 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产业是既没有生意 也没有生机 所以不是大陆上的简体制 把我们的生机和我们的生意去掉 是我们的政府没有看到中小企业的问题 才让这些许许多多的生机跟生意跑掉的话 台湾到底怎么办 各位亲爱的乡亲 瓦廊做快买 让宋楚瑜找回我们的生机和我们的生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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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宋楚瑜愿意重新回来 台湾要找一位会管家的人 重新找回我们台湾真正的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 那就是让台湾所有的下一代 他们的下一站是幸福的 对不对 对 他们的下一站是有希望的 是不是 是 我们忍心看到下一代 他们的下一站 是那么样的落魄吗 我们能够忍心让下一代将来走投无路吗 马总统说现在好多的大学生之所以要延迟毕业是因为他们要研究所是因为他们还要在学校里面去打工 您觉得这样子的数字是创历年来的新高 这么多大学生不肯毕业都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不是 马总统 你们在台北实在住了太久了 好多的人告诉我讲一句话 这个油钱实在太贵 为什么以前政府在蒋经国先生时代 宋楚瑜做省长的时代 可以补助他们百分之二十八的那个油钱 现在只有百分之十四 马总统来向大家后面再向大家说明的时候 他说是因为我们加入了WTO 我也跟诸位说一句话 台北跟台湾省很多地方城乡差距很大 所以以前早期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政府定了一条很不沉稳的规定 就是你所有的公共建设道路都要配合款 叫做配合款 配合款 那就是只有台北市的财政可以配合 但是屏东 澎湖好多的乡下哪有配合款呢 宋楚瑜做省长的时候 而且那个法律还有规定 所有做这些道路的钱 中央不能够补助 必须你要自己去筹 宋楚瑜怎么会把澎湖所有的道路 全部都把它做好 变成四线大道 不要他们去筹 怎么样 你们去做那个道路 但是你其他的部分 其他好多的其他的建设 宋楚瑜省政府转一个弯帮你去解决 不是照样可以把你好多的问题去做好吗 只要不犯法就要想办法 只要不违法就要想办法 那就是这些渔民在拥有的事情 只要不违法难道想不出办法 帮渔民去解决吗 换人做做看 换宋楚瑜做做看好不好 赵索鱼 祝宗瑜 好 赵索鱼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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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丁打 其枪当 大 超 清理什么 好 我们所有人到庙宇里面 去上香祈求神明保佑的 那个四个字叫做国泰民安 所有的庙宇最常用的就是这四个字 国泰才能够民安 国不泰民怎么安呢 所以因此我们要在中央政府 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体民所苦 疾民所疾 能够为老百姓好好做事情的 公平的去分配资源 定出优先次序 晓得什么事情不要来挑衅对爱 为什么蔡英文主席我跟大家说 你自己去问全台湾的乡亲 如果我们选举现在只有两个候选人 只有两个候选人 一位是马英九总统 另外一位是宋楚瑜 你去问问这两个你会选择谁啊 宋楚瑜 你不但在这边答到的答案是这样 你走遍台湾 你去问问所有的人 为什么会选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有经验有魄力 而且能干而且肯干 是天宋楚瑜 天宋楚瑜 就是默默的人 默默那一字 为台湾 我们大家 認真的打招的人 对吗 各位啊 傲人笨笨的人 就會笨笨的在那边默默去做 巧人只会作秀 各位亲爱的乡亲 巧的人只会放烟火 我们真正会做事的人 你去看好好去做 所以这两位 大家都晓得 你只要马英九和宋楚瑜 两位来选的话 大家会选给宋楚瑜 让他来好好去做 你看马总统昨天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只有他才能够带给台湾人安全和安心 各位金门这么重要的地方 连那个军营都保不住 你觉得军营都保不住 能保得住台湾吗 保得住台湾吗 保得住 你会安心吗 不安心 你也放心吗 各位你想想看 连马英九都管不住我们的军营的话 你相信蔡英文主席管得住吗 管不住 管得住吗 管不住 所以另外我们看蔡英文 这一位再加上宋楚瑜 你去问全台湾的人 到底这两位你来选 你比较觉得哪一位你比较放心 宋楚瑜 所以大家看看 所以所有的人 大家心里面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 他们就希望要让我们的信念和信心溃散 他说你看宋楚瑜的民调好低 那就是他们在操纵那个民调 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 2000年如果没有那个假民调的话 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边 已经叫做宋前总统 宋张前副总统 对不对啊 台湾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吗 各位亲爱的乡亲 过去的惨痛教训 不要再让他们再操作 那个有的没有的假民调 我今天下午到板桥去扫街 我在每一个店铺里面去 看到里面好多还有两三家 一家是修指甲的 好多女生 还有一家烫头发的 他头发没有烫完就跑出来给我来握手 每一家都是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只有5%吗 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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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阿峰 你去请问今天有几个电视台 在沿街照的那个 你把它接进去 让全台湾人看看 是不是你安排的那些修指甲的人 是不是你安排的洗头发的人 各位亲爱的乡亲 所以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正确的选择 相信台湾到底未来要什么样的领导 来重新找回台湾人 对自由民主的信念 让台湾重新找回我们台湾的信心 我们过去是有信念的 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对 我们要找回台湾人的信念和信心 对不对 对 我们中华民国创建100年 我们所要实行的不就是三民主义吗 对 三民主义的基本的原则 就是均富对不对 对 你看看现在的贫富差距符合我们的基本的精神吗 不妨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民生主义 有去照顾这些弱势的我们的好多的族群吗 没有 各位亲爱的乡亲 去告诉好多的男军说 唯一现在还在讲三民主义的 只有一个宋楚瑜到中山林前面 去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洗礼的时候 两千里五年 这么多所谓男军的这些重要人士 只有宋楚瑜敢在中山林的时候 写下 民有民智民想 三民主义一统华下 只有宋楚瑜敢在那边讲中华民国 各位亲爱的乡亲 找回真正南军的理想 找回南军真正的理想 就是孙中山先生说 那就是要偿富于民 要勤政爱民 更要主权在民 对不对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民进党各位前辈 民进党当年要去推动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最高的价值是什么 是人民要当家做主 台湾人要当家做主 更重要的是要选贤于人 让人干的人来替大家做事 绝对不是选蓝 欲什么 欲啊 各位先进门 所以因此 你看国民党最怕的是民进党会当选 民进党最怕的是国民党还要连任 他们两个都不会怕宋楚瑜当选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让宋楚瑜重新让台湾蓝绿放两边 让台湾重新休息四年嘛 好好地掌握这关键的四年 找回我们台湾真正的生机 找回我们的活力 找回台湾人真正的信心 对不对 对 所以因此 我们在这个平安夜 做祈求的是国泰民安 是祈求每一个人家庭能够活络 但是政府更要有责任 要去照顾每一个人 我们看到最近的好多好多自杀的 健保不给付去锁卡的 看到社会公平的 看到那些实验的 看到那些找不到工作的 找不到方向的 刚刚看到吸毒的 好多的这些大的问题 我们要面对 要找一个老师傅来处理 找一个有经验的人 好好地去把脉 好好去处理 能够有耐心 有用心的 来奔奔的去做 为大家来解决问题 有一个疼痛的心 疼痛的我们的乡亲 你看看我们两个人 张昭雄跟我一样 从来不会自己在抢位置 我们是希望 要为我们的子孙 要抢一个位置 我们要为台湾在世界 要抢一个位置 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活得比我们更好 要让我们下一代 活得比我们更有希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这个来共同 我们是亲民党 这个9号 就是要让台湾 长长久久 这个9才是我们真正 让我们台湾的精神 让中华民国创立的时候 主权在民 人民至上 让我们重新找回台湾的希望 好不好 好 亲民党加油好吗 亲民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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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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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为我们的立法委员加油 我们立法这次的选举 有三张票 你看看 什么都是三 我们大家看看看 那就是要照顾三中 对不对 对 照顾我们的中产阶级 照顾我们的中小企业 更要照顾我们的那些中低收入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三中 投给三号 大家OK OK啦 对不对 OK啦 OK啦 对不对 所以总统选给几号 三号 选给宋楚瑜和林瑞雄好不好 好 好 这是总统这张票 我们还有第二张票 我们还有第二张票 就是区域的立委 我们秦民党 在少数的几个地方 我们不贪多 我们求金 而不求多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台北的大安区 我们三号 三号 对 陈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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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位 叫做于中沛 他在我们林口 还有淡水 整个这一个区 我们投给我们几号啊 二号 二号 我们的于中沛 请大家支持于中沛好吗 于中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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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名单 我就不一一宣读 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第三张票 这三张第三张票 就是政党的票 我们要跟这位报告 让清明党回到立法院 我们以前清明党在立法院的时候 每一次评比 都是各个政党的第一名 但是2008年 我们愿意让马英九 能够完全的执政 所以把所有的部队 都交给了国民党 但是您看看 就被糟蹋成什么样子 各位亲爱的乡亲 这次清明党要卷土重来 那就是我们要在立法院成立党团 请大家在政党票上面 投给九号 清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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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党